再做一次 所以你就是 这个再旋转 那因为我已经先选物件 所以不用 那在中心点这边 其实中心点就是这条线的终点 是同一个点 没关系 然后再来一样 C Enter 60 Enter 反正你就重复重复 总共 就是先画一个之后再复制五次 就会是完成的 不过 其实你可以取巧 就是你可以画三个之后 那再把这三个怎么样 一起旋转 一起旋转几度 180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其实 方法很多啦 没有说 哪一个方法 这个 先选物件 把这个用那个 虚线的 选取 空白键 然后呢 基准点一样在中间 对不对 然后在 CEnter 一定要复制 然后 180 试试看 180 Enter 180 OK 没错 180 我们就转出来了 也就是你先画三个 那当然不要傻傻的再画三个 那画很累 你就先画三个之后再画180 这样省了好多时间 所以画图没有标准答案 你说哪一个方法快 就看你自己 习惯的方法最快 没有那个 有的时候我觉得快的方法不见得你觉得快 OK 所以这里我想 各位请先利用旋转 的方式来画 这个图形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就是如何利用那个 举行正列 特别说这个例要点下去 然后它会跳出三个 我们是用 跟人家 要环形正列来做 那其实每一个 将来 我建议各位学习 除了书本里面会介绍之外 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功能 你游标放上去 他底下有些相关说明 或者你可以按什么 他下方也在按F1 取得更多说明 其实他里面已经有一本参考书了 所以你按F1 游标记得放上面 比如说你想知道复制功能 按F1 按下去之后呢 他马上就有个参考书跳出来 这个参考书呢 我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他写的还算不错 有没有 复制 指令就是copy 然后什么意思 这个功能什么呢 然后图示 按钮 然后做什么意思 摘要告诉你 有没有 然后有怎么去做 怎么建立副本 里面相关指令 位移 模式有哪一些 关于相关的指令 像正列 怎么去使用 这边都有讲 所以这个是 一个内建的 一个电子书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